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看过三个 跟字不错关的联系题了 对不对 这几个再看最后一个 那其他联系题呢 就需要大家自己在课后去弄一下 然后有弄不明白的 可以给我和妹子发邮件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道题 也是经常出现的面试题中的一个 写一个函数 算出两个文件的相对路径 大家有可能不太好理解 这就是路公路 木木下边存的文件 对不对 对 那 它是这样的 看一下 假如说我打开一个锡盘 对吧 假如这就是根木路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按照这个上面写 你看A木路B木路 然后B木路下有C木路和12木路 然后C木路下有D木路 然后和12下边有34木路 然后D下面有1.PP 34下面有C点PP 对不对 咱先要想写一个成绩的话 首先咱们就是找规律 对吧 只要规律找好了 咱们就能设计步骤 设计步骤设计完了 每一步骤就都用小算法实现 你就整体一看这个是没有什么思路了 对吧 所以咱必须得了解需求 一点点了解一下 然后咱们设计出步骤了 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好 比如这话 有一个A木路 对吧 A木路下面有一个B木路 B木路下分别有一个C木路和 12木路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C木路下有个D木路 C木路下有一个B木路 对吧 D木路下有一个 有个E.PP 有这个文件 E.PP的文件 对吧 然后在这个 同样这个AB木路下 有个12木路下 有一个什么木路 有一个34的木路 对吧 34木路下有一个 对吧 有个C点 PNP 就这样的一个木路结构 对吧 现在让我们算出来的是什么 计算出B相对于A的相对路径 应该是这个木路 把这个路径给取核了 也就是B相对于A的 那B相对是不是C点PP文件 相对A的 也就是说在C点PP里边 去往E点PP 它得怎么走 把走过的路给拿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那走的路是什么样的 C点PP的上一级木路 再上一级木路 然后进入到C的木路 再进入到E的木路 然后再进入到这个文件 是不是这样的结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是一样的 从C木路 对不对 上一级 再上一级 是不是就直接能看到C了 看到C再进入C 再进入D 是不是就看到这个了 刚才咱们走的那个路径 就是咱们想要求出来的这个结构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干掉 分析完这样的路径结构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想要C 找回上木路 首先得把他们两个公有的这个路径给踢除掉 这是咱们需要做的第一步 对吧 那咱们设计下步骤 第一步 干嘛呀 将对公共的目入 怎么办 去除 去除掉 对吧 那去除掉公共的目入之后 那剩下什么了 是不是 去掉完之后就剩下这个目入了 这是 这两个结构 对不对 是把公共的目入去掉 去掉之后 那么看 C文件要想回去 由回到哪层 回去几层 对不对 那就看前边有几个目入 我是不是就点点斜杠几次 对吧 那就算出这个个出来 是不是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这块有几个目入 我是不是就记录几个目入就可以了 对吧 第二步就处理的是回去和进入 第二步 怎么的 回到 怎么的 顶层 就是他们两个在同级 同级那个 对不对 同级 目入 并进入 另一个 目入 这就是咱们的 第二步要做的 那也整个函数怎么去想了 对吧 好 我们现在设计一个这些程序 首先呢 我们剩一个函数 对吧 绝对路径 ABS PASS 路径对不对 A和B 对吧 然后这块是PASS 路径等于空 我们最终返回 PASS 是不是要的是程序的参数 先把程接口的结构写好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升为一个A的路径 等于根下面的A目入 B目入 然后呢 12是C目入 D目入 这会有个 一点PIRP 对不对 当然文件名可以随意的改 对吧 然后 B 当然B 等于是A目入 B目入 然后12目入 34目入 下面有个C点PIRP 是不是这两个 然后我们用这个函数 一传这两个参数 那输出的结果 就是点点斜杠 点点斜杠 然后C目入 D目入 是不是要的是这样的结构 我们看一下 输出的是C目入 D目入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先把程序的结构写完了 我们现在在写里边代码 那就看 第一步干嘛 确除 对吧 对 同 同样的 就对 公共的吧 公 公 公的 目入 结构 对吧 那现在这两个变量就在这了 这两个目的 公共目入 要想求公共目入 首先我们就需要把什么 它的目入部分是不是取出来 对吧 当然可不可以用咱们上几个学的那个 去除 比如说找到这个斜线的位置 对不对 从开始零取到那个斜线的位置 是不是能把这个取出来 可以吧 对 那我们这块咱们重点既然那个技术已经学过了 咱们就直接用系统函数 好吧 所以系统还是有个 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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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看到了吗 目录名 A 和Dollar B 等于 DIR name Dollar B 用这个一获取之后 那么我们获取到的这个A的目录名 就是斜线A 斜线B 斜线C 斜线D 看到了吗 用这个获取完之后 就是斜线A 斜线B 斜线12 斜线34 看到了吗 斜线A 斜线B 斜线34 对吧 目录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干嘛 如果想求出把公共部分去掉 字符串之间的匹配 查找的话 它不会说相同的去去掉 对不对 那就算相同去掉 比如这块有个1C 那字符串相同的 是不是到1这块去掉了 这块是不是去掉了 那变成C和2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必须把它变成数组之后 再操作这个字符串 对吧 而变成数组去操作 如果我们用斜杠去分割 怎么呢 用斜杠去分割 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4个斜杠会分成几部分呢 5部分 而这里边咱们要的是4步的 对吧 所以就可能把开始和结束的一个斜杠是不去掉 学不学过这个去掉的还说 学过吧 $A等于用TRIM删除A两边的斜线 对吧 当然我这俩可以合在一起写 那就不好写不适了 对吧 $B等于TRIM $B里边的斜线 那这样处理完之后就变成了什么 A B C D 然后这会儿再变成什么 A B C 不是12 34 什么注写少写个什么 少写个12 去掉斜线之后 现在如果按斜杠分割 是不是三个斜杠都能分割成4部分 对吧 现在咱们再按斜杠去分割 那上来解课咱们也学过 那个字母算分割形成数则 函数对不对 那$B等于什么 E SPLD 对 用斜杠去分割$B 然后这块 $B等于E SPLD 用斜杠去分割$B 如果写长一写长的话 你不用这分开写三步 一会儿我给你写一下 整体的一个一步 对吧 就可以了 那分割完了之后 数组这个刀飞就变成一个数组 数组里边有的值就是什么 A B C D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哎呦呦呦呦 然后这块分成什么 A B A B 12和34 看完了吗 是不是就变成了数组了 那怎么合到一起去写 你可以直接这么写 那$B我就写一个就行了 直接用什么 DR name $B是不是取冲过部分 然后TRIM 对吧 再把什么去掉 把鞋盖 什么去掉 然后再将这个怎么办 用E SPLD 按鞋盖 你分割 咱们经常写长预约会是这么写 只是怕大家不明白 我分成了三个步骤 对不对 如果大家如果理解前面对基础掌握得好的一些的话 那么我写这一条大家应该能明白 对不对 所以以后写长预约的时候 回到好理解 我都尽量那么散开去写 但是你实际用的时候尽量合在一起写 对不对 好 既然变做成了两个数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两个还是所有数组吧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去除重复的 去除重复的 咱们是不是取X级之类的就可以了 对吧 有交集有X级 对不对 他们两个交集是不是就A和B 对 那X级是不是就C和D和Z 对不对 别那么干 万一X级假设这块有个C 是不是这个C和这个C也会去掉 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必须按顺序去 如果必须按顺序去掉的话 那就得直接写循环 不能用交集和X级 不是说所有的还是随便用的 考虑问题一定要考虑全面 才能把这个程序写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 这样好 所有的算法几乎都是离不开数组和字幕串 对吧 那像咱们写这例子都是数组和字幕串的组合 对不对 那W先随便做出一个的长度 M数量等于既然是B相对于A的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一下 那肯定是先把按 咱们可以把他俩最长的长度 怎么的取出来 就是谁长度最长的按一个最长的去循环 对吧 那也可以用几短数 M A X 球最大数 C V U N T DOW B C V U N T DOW B 这个NU M 那A M谁虚幻对长的 是不是哪个速度长 这虚幻字数就按对长的这 对吧 然后 DOW FI 等于丁 DOW FI 小于N U M DOW FI 这少写了一个什么 DOW FI 对不对 DOW FI 加加 然后我们这里边判断 如果DOW FI 里边的DOW FI 对吧 等于DOW FI B里边的DOW FI 是不是说明这两个里边的值是相等的 对 相等的 那我们就把DOW FI里边的DOW FI 用UN SIDE 干嘛 是把它干掉 对吧 UN SIDE 再把相同的东西都去掉 DOW FI B里边DOW FI 是不是去掉了 否则如果一旦 它是从前往后相同是不是去掉 删掉 如果 当然这个删除 从前面删除 咱们系统有没有函数删除 有 是不是有 那咱们就不管 UN SIDE是不是也能删除 那如果遇到一个不同的 不管是到第几个不同的 直接退出循环 是不是就不删了 那这个处理完之后 那想想DOW FI的速度应该什么样 把相同的去掉了 设计变成C核 B了 当然B的速度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就变成了十二和三十四对吧 然后按照能分析的第几波第二步来 干嘛 第二步 干嘛 回到对 同级目录 进入另一个目录 是吧 B相对于A 那咱就看一下 B目录有几个 咱们是不是就把它变成几个点点斜杠了 对不对 那咱们还会学一个 自乎串处理函数有一个重复 什么重复呢 就是这个 STR叫做REPAT 重复 这里边写几个点点斜杠 因为这函数呢 以前是没讲的了 咱讲过一个天通对不对 这是重复 这里边写两个 怎么呢 我就会让这个点点斜杠出现两次 如果这个目录有三个的话 我就要这点点斜杠出现三次 就不用写循环了 用了一个系统函数 这里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重复的函数 也是经常用到的 对不对 而是不是数组有几个 我们要点点斜杠出现几次 对 那我们这块 用什么 Count Dollar 是不是数组剩下的几个 就重复几个这个出现 对吧 然后 再连接上什么呢 这里边有几个 是不是直接进入 那他们也是目录名 昨天又行 隔开是不是行了 那直接用组合 EXPRODE EXPRODE 这个是分科用的 对不对 组合用谁 IMPRODE 这也是数组 自无创组合的一个函数 将数组中的成员按斜杠组合 看到了吗 那上面重复两次 出现两次 就是点点斜杠 点点斜杠 是不是出现两次 然后 C 连接C和D 是共鞋量组合 那就是这个结果出来了 我把它付给一个谁 付给一个 变量的 PASS 我再一返回这个PASS 那前面当然 生不生不平都无所谓的 对不对 那乘以结果就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这样的呢 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而且这两个目录名 你可以随意的改变 比如说 C下边再有个目录E 再有个W 再有个F 对不对 这上面再有一个什么 100 等等等等 对不对 那你看 结构是不是也能回到相对目的 第二点点 有个100 你都加一个 到C 你都加上 是不是都可以了 所以 只要求两个文件的相对路径 那这个程序 就可以 把问题给我们解决掉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谢谢大家 那咱们到这里呢 跟字符串有关的函数 和一些简单的实例 就要到这里边 还是提醒大家那句话 什么 字符串 简单 但很重要 对吧 对字符串的每个细节都没关过 像咱们这两解 这几个讲的这例子 大家多做一些 那一是提高自身的一些算法 另外呢 对数组和字符串的函数 多了解一些 其他库里的函数 只要用哪个 了解哪就可以了 但是数组和字符串的函数 能多记一个就多记一个 因为这是经常用到的东西 那字符串的功能就结束了 当然了 没有全结束 因为有一些功能 咱们这些处理不了 就得用正则 所以下几个开始呢 咱们开始学习 P2P中重要的一个真实点 正则表达事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咱们就 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